三读之中 沉夜为低于云 又云 一点真心虎 能受功德灵 这一句话意思相同 用字不一样 我们常常听说的 一念趁心起 火烧功德灵 这个地方是 一点趁心虎 能烧功德灵 意思是一样的 所以功德了 很不容易 心里头 你看这个地方文字 一点不多 一点趁心虎 功德灵就烧掉了 跟一般人讲的 一念趁心起 一念也是很少 就火烧功德了 一念是心才动 功德 这心要晓得功德是什么 功德是定会 定会成就的 善行善意 是功德 如果没有定会 修的善行善事 是福德 福德 不会烧掉 发脾气 再大的脾气 福报二十三 脾气大的人 修大福报 都落着修罗道去了 摩擦到 修罗罗刹 福报大 品德不好 没有德行 有大福报 那么也不错了 可是 修罗罗刹 命中之后 决定夺底 那为什么呢 他造的业太重 他伤害的人太多了 决定夺底 所以这条路 还是不能走 那我们 要学呢 这个功夫 如何在任何 逆远 逆境过远之中 不起真会心 那自己真正能 忍受得了 功德才能保全 如果这个人 一生一生 羞恥 灵命中始 最后一年 是成会 这个问题 非常严重 为什么 祖师大德 教导我们 宋王神 一再嘱咐 不要碰着 王神的人 甚至 他的床铺 都不要碰 家在身边 床铺离学一点 他有感觉 碰他 他痛苦 痛苦 就容易发脾气 深层可以 这个时候 也深层可以 极乐世界 去不了了 到哪里 到地狱去了 那么 宋王神的意义 宋错了 希望你 送他到极乐世界 你把他送到地狱去了 这样 不如不送 所以这几句经文 意思很深 很广 我们一定要清楚 要明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